各位同学,我们今天学习修词法,先看看以下的句子。 他不但得到全班的信任,更得到全校同学的拥大。 你要考入大学,攻读医科,就必先要在文凭时取得优异的成绩。 你要在文凭时取得优异的成绩,就必先要在校内时有超卓的表现。 以上两句用了什么修词法呢? 还有层递的,我们用以上的例子来说明,层递就是指两个或者以上的词语,句子或者段落, 按照其程度的深浅时间的先后,范围的大小等等,而进行排列的方式。 由于排列的方式不同,层递可以分为帝星或者帝降两种形式的。 在第一句全班的范围较小,第二句全校的范围较大, 所以这个是帝星形式的陈递法。 而第二个例子里面,考大学医科是较高的目标, 考文凭时取得成绩好是次高的目标, 而校内时有好成绩是较低的目标, 所以这个是帝降形式的陈递法。 请大家再看下以下的例子, 无测忍之心,非人也, 无修护之心,非人也, 无慈养之心,非人也, 无是非之心,非人也, 天时不如地利,地利不如人和, 从此以后,越畅越低,越低越细, 那声音漸漸的,就听不见了。 以上的三句,哪些句子是用了陈递法呢? 你可以不可以说明是哪一种的陈递方式呢? 在第一句里面,其实是没有用到陈递的, 四句的意思并列,是没有先后次序的。 第二条,作者是用了陈递, 帝星的方式, 作者认为天时不及地利,地利不及人和, 它的重要性是逐渐提升, 从而突出了人和的重要性。 第三句,作者是用了陈递, 帝降的方式, 他描写黄小玉的歌声由低至小, 由小至无声, 声音的响亮程度是帝降的。 我们运用陈递有什么好处呢? 运用陈递, 可以透过事物性质一层一层地帝升或者帝降, 可以突出事物的差异显出重点。 另外,陈递法是个句子意思一层一层地变化, 可以帮助读者对事物性质的理解, 有加深了的印象。 现在我们考考大家, 一起做以下的练习吧! 请你使用陈递法表达下面的意思。 他的正义行为令国内所有人都十分敬佩。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的, 他的正义行为全阳全村, 持遇各省, 震动全国, 令人十分敬佩。 那你比较一下两句, 用陈递法改写的句子, 是否有较强的表达效果, 可以突显出他的正义行为, 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呢? 那我们试下做练习吧! 看看这两条题目。 看下参考答案吧! 有没有解写的可 持字幕志愿者帅 不动派 这些是C prevention